四年前一系列以作家为主题的 他们在岛屿写作纪录片颇受好评 最近是推出了第二系列 记录了白仙勇 林文玥 亚璇等七位文学大师 他们在岛屿写作第二系列 推出七部文学电影 记录白仙勇 林文玥 亚仙 诺夫 汉西西 野思 刘以畅三位香港文学家 鲜少曝光的作家林文玥 是台湾史家连横的外孙女 她花了五年半翻译 日本文学名著原始物语 在中外文学连载 她的作品被盛赞 翻译文字本身也是文学 我像跑马拉松的人 我必须要一直保持跑 所以我66期五年半的翻译里面 我没有断过一期 是怕我自己偷狼 这几年在世界各地 推动昆曲的白仙勇 还是持续文字写作 她说回想人生最美好的阶段 是年轻时创办现代文学那个时候 第二系列的他们在岛屿写作 还记录西西 野思 刘以畅三位香港文学家 也找了知名的电影导演成果 首度拍摄纪录片 跟作家西西透过影像对话 出品人童子贤说 这系列作品是要向文学大师致敬 未来也会继续拍下去 文学资产除了用平面印刷的书 或报刊来呈现以外 也用现代化的影像音乐 戏剧的手法呈现 这系列的文学大师电影 将由白仙勇的 《叉指烟红》开片 在戏院首映 透过影像要带观众 进入大师们的文学世界 记者陈叔军林果皇台北报道